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可以投票这些人对宋先生真的有印象吗 其实真的有在进一步的观察 那我们看一下宋先生说从零到一之后 对于选中的这件事情 他开始进入一个慎重的考虑 那我们来看一下橘子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橘子的下一步 选总统 选立委 就算宋先生是选还是不选 就be or not be 那当然他还有几个可能条件 就实习以下他要不要选呢 实习以上或者刚好实习 这当中当然都是一跟零 零跟一 所以你讲的零跟一是不是在这里是一个密码呢 不得而知 我想首先请教一下右伟兄 那胡老师您写了一篇文章 大概跟这个都不一样 那您看这个部分跟您的观点 结合起来做论述的话 您认为宋先生他下一步 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做他的着陆点 是这样子 我想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下 不选总统他有很高的话题性 有很高的戏剧性 有很多浪漫想象空间 所以媒体如果只要谈选总统 他亲自去谈选总统收视率都很好 可是其实他的战略的目标 各位要注意其实不是在总统 其实是在亲民党要继续存在 这个才是重点 如果说亲民党在立法院没有几席立委的话 大家的观感就是亲民党就不见了 从泡沫变成维生物 那他这个宋主席就不存在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首先要稳住这个 那至于他个人 其实他很清楚 选总统他获胜的可能性 不是完全没有但非常低 可是从这几次的发言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一直觉得他自己还能战 对台湾还能有贡献 对 虽然陈万水女士说算了 对 他夫人都跟我们大家一样觉得 你已经够了 对 但是他还想战 他还想战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 那要不要让他战 要不要让他战 所以我在脸书上我讲 我觉得秦金生命书上讲说 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创意 创意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那个暗示是什么 就是让宋藏行政院长 我觉得一种可能的安排是什么 一种可能的安排是说 吴敦毅他辞掉行政院长 现在就辞 专心去跑选举 然后呢 马任命送为行政院长 然后大家讲好 你不要管选举的事 你从现在开始 到我连任成功 这几个月 你就专心管内政 反正台风又要来了吗 对 这是他的专场 可以应付各种内政问题 交农啊 什么什么些 都由他来处理 马只管两岸 外交国防 他就专门管内政 如果马连任成功 他继续往下做 如果没有出差错 他甚至做四年都可以 那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宋的粉丝也会满意 宋本人也可以接受 所以他现在应该先想办法 把清明党这批人 稳定下来安抚住 安抚住这些人 就安抚住了 百分之十到十五的 清明党迷跟宋迷 那这个整个 2012 1月14号局面 可以先稳定下来 后面进行再说嘛 我的想法是这样 是是 凤兴哦 这记性非常的好 而且歌声也非常的棒 请你记得我就好 你如果其实从过去宋先生啊 为台湾民众做了许多事情 以一个温柔心的女性的角度来看 您记得宋先生 他为台湾做哪些好 您对他有什么评价呢 我觉得 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 在现在政坛当中 最细心最用心的人 坦白说 我认为是马英九的缺点 去衬托出宋楚瑜的优点 可是我也必须要说 宋楚瑜的优点 那背后隐含着 其实是当时有很多民众 都已经不能接受的缺点在 例如 我举一个例子啊 他到宜兰去 然后这个排水的问题很严重 他淹水啊什么什么的 那当地的乡长可能就来了 跟他讲说说 我需要 比如说举例来讲 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我需要五百万 不然的话我这个排水没办法 结果他当下就说 五百万怎么够 你这边这一段做好了 那你下面怎么办 上面怎么办 我给你一千万 上面下面一起做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真的用了很多的资源 拉拢了各方的心 可是他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善用资源的人 可是那个资源能不能够用到让民众觉得开心 你知道那天那个李敖接受这个李涛访问的时候 提到陈聪明的人事案这件事情 李敖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 他说陈聪明是个坏检察官 他什么人通通都买账 哪一个党他通通买账 然后李敖就问说那这样子当初宋楚瑜同意他 那就是知恩图报了 李敖马上讲 宋楚瑜知恩图报有什么不好啊 不像马英九是个冰冷的人 可是你说要用一个坏的检察总长这件事情 民众会接受的是宋楚瑜的知恩图报 还是宁可接受马英九的冰冷呢 我觉得这些都 这些好坏真的都在一线之间 是 不过杨老师 政治其实很现实 您过去实际参与政治 一定看到这个人情冷卵 那如果一个过去曾经风光意识 而且真的很有魄力做事行政能力也很好的人 但是现在却需要他不断提醒唐宁民众说 请你记得我的好 杨老师 如果宋先生要大家记得他的好 您觉得他怎么做 也许大家会更记得他的好 他其实刚才这个奉心讲 就是说 我必须在这一点上同意李敖辉先生的说法 他真的是很好的行政首长人才了 可是刚才胡教授又我兄提到那个建议 要替这场大局找个出路 我看现在时机已经过了 现在任何这种方案 如果马先生找宋贤出来做行政院长 虽然我认为他非常合适做这个位置 可是很可惜 没有在年初的时候就做这种决定 现在如果宋贤答应去做而退选 那是一种政治自杀 这个是会完全被人家认为 是用席次来交换 来交换一个政治决定 对于那些现在他的子弟兵 出来选立委的人 也是一个集体殉情 大家一起跟着沦路 他几乎没有接押来选的余地了 所以这条路恐怕已经断了 可是另外一条路我觉得是仍然在的 而且很可能发生的就是见面 马宋仍然见面 我甚至于提一个标题 就叫见面就是不参选宣布的时间 也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 一定要有个过程 因为对国民党来讲 这个战略目标一定要保这个大 不管你现在民调 是不是将来的选票 绝对不能有人 搅局或者所谓的参选 这个恐怕是国民党的最高战略目标 因为伟兄刚刚提到 亲民党的战略目标清清楚楚 是在国会要有席次 要能够让亲民党活泵泵地存下去 那这两个目标就不就是见面的基础了吗 这个见完面之后 他退选不就是让大家的双方的战略目标能够合一吗 所以我想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他的方式我现在觉得车都已经开出去了 恐怕不能再改变 不过智慧越高极端越少了 其实对宋任来说 对比较年轻的人可能不了解他 我们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宋先生是不是真的是年年有余 无意不渝呢 在许多重大战略当中看到宋先生 我们来看一下 在民国77年的时候 宋楚瑜先生力庭李登辉任党主席 李任命宋担任党秘书长 李宋秦农父子 到83年的时候宋拿下470万票 得票率56% 当选首任台湾省长 到了85年的时候 李登辉动省李宋决裂 89年的时候宋选总统痛批连扁二人 不是连扁两个人 是连跟扁这两个人被他痛批 最后输扁31万票 其次选后扁宋会传出宋向扁求官 这当然是有待查证 93年的宋与连战搭配选政府总统 输给扁两万多票 选后送扁扁利用两颗子弹操弄选举 94年的时候扁宋秘惠 扁请宋传话 之后宋副陆会见胡锦涛 95年宋选台北市长拿下5.3万票 5万3千票 得票率4.14 选后宣布退出政坛 97年宋宣布国新和10个局委改批蓝袍选立委 民国100年宋说台湾问题在领导和国会 选总统需考虑 先推十人旋立委 好 比较年轻的朱学人请教一下 我现在不是要你去批评宋先生 而是说您对宋先生在刻板印象当中 您觉得他哪些东西做得不够 他干哪些坏事 让很多媒体在批评他 这个坏你挖了一个洞给我跳 但是我觉得我能够讲的就是 我们刚刚用recapture重新回顾了一下 我发现宋先真的 现代年纪人对他最大的印象应该是 四个字叫永不言败 就他真的是台湾最厉害 金利国最多高层选举 而且每一仗都败的人 这真的是很让人佩服 就是你想想看 应该是屡败屡战 屡败屡战 不是屡战屡败哦 要报过来哦 而且他真的很让人敬佩 是他显然对台湾 真的很有付出的心 因为他经历了所有选举的坏处 每一次选举都被人家痛批 被人家查这个 你背后所有的资料 然后搞什么新票案 不停地玩你 而且每一次玩之后都落选 所以你落选又没有享受到政治的好处 但他还不放弃 我真的认为 现在的手头真的对他有印象 大概就是 你只要有选举 有重大政治事件 宋先就会出来 那这件事情还蛮让人敬佩的 就是某种程度 我们可以证明他不是为利益啊 不行每次都笑我 但是真的嘛 你想想看他每一次都选输 然后每次都没有享受到好处 他还出来 这是不是很让人佩服 昨天这两天还举了举吉尔的例子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数据 1945年7月5号 举吉尔选举 他当时带领整个英国用铁跟血 那么能够度过这种德国的轰炸 照理讲 整个德国的轰炸并没有让英国人倒下去 英国人应该是感恩戴德 继续支持举吉尔对不对 没有 在1945年7月5号的时候 举吉尔选输 竟然选输 输给他的对手 工党领袖艾德里 当时泰武士报的编辑的主笔 写了一篇文章给他说 你呢 跟举吉尔讲 输了就推出政坛吧 所以那句话说 当酒店关门时 我就走 就从这里开始 六年以后1951年 举吉尔选国会议员 从国会出发 然后就重新起来 不知道宋先生 举吉尔的例子 是不是要从国会开始出发呢 我们稍后回来